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到修行成佛,你想到了什么? 戒巴、打坐、诵经、深山、酷刑 有人远远望见就吓跑了 这样子才能成佛,这佛不成也罢 要成佛,谈何容易? 怎么着也得像西游记里面师徒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吧 通常来说,这么理解也是对的 佛经上说,众生从初发心成佛到最终成佛 要攀爬、时信、时柱、时行、时回向、时地、等觉、妙觉 共济菩萨五十二个阶位 这个过程中,需要经历种种修法 难行能行、难忍能忍 总耗时累计长达三大阿僧奇节 注意,这可是以修行者止进不退为前提哦 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你可能招阴摩,可能撞摩镜 或是中途退堕成阿罗汉,或是堕入七地成空难 因此祖师感慨说 发愿求佛道,众余局三千大千世界 那么,佛教这么多法门中 到底有没有一个能够轻轻松松安安稳稳就成佛的 释迦牟尼佛走之前,没给我们这样的凡夫另辟蹊径 留下这么简单的成佛秘籍吗? 悄悄告诉你吧,答案是肯定的 八宗之祖的龙树菩萨说 佛法中有无量的法门教人成佛 但总体来说只有两大类 难行道和异行道 这难和异到底是怎样的体验呢? 龙树菩萨打了个比喻 路到不行则苦,水到成传则乐 古代常用的交通方式 一是陆路,二是水路 前者坚心,缓慢,凶险 像李白说的 行路难,行路难,多其路,今安在 后者轻松,快速,安全 读李白的诗 朝慈白地,彩云间,千里将临,一日还 两岸原生,提不住,青州已过,万重山 龙树菩萨说 净土法门就是这样的异行道 净土法门之外的法门通通属于难行道 所谓难行,难在自己要背负所有重担 靠一己之力应对各种路况 所以艰辛,缓慢,凶险 难行道从头到尾靠的是反复自己的力量 人是贪嗔痴的集合体 尤其是末法时代的众生 造业凶猛,修行无力 所谓一行,一再把自身 其所背负的重量都放在船上 借物力,凭他力,所以轻松,高效,安稳 净土法门从头到尾靠的都是阿弥陀佛的力量 佛以其大慈大悲,大愿大力 保证每一个念佛众生当生就能往生 往生必然成佛 如果让李大之人今天登顶一百层的大楼 你觉得他会选择爬楼梯吗 所以众生通过念佛往生西方净土成佛 有三不必 第一,不必修那些数不清的行法 只需开口念,拿摩阿弥陀佛 没有任何门槛 不花钱,无费力 只要能念佛,最终都能往生 第二,不必经历数不清的结束 只此一生,临终即被佛迎接 开开心心,出六道,成佛道 第三,不必担心中途遇到魔障 或者退堕下来 念佛的当下就得到佛光的摄取保护 从此只进不退,直至成佛 有这三不必 世农工商,年老年少 智慧愚笨,盲人闲人 任何人在不改变原有生活状态的情况下 只要能随缘随力,开口念佛 都能轻松成佛 念佛成佛,轻松稳当,so easy 想要快乐修行,快速成佛的小伙伴们 快来念佛吧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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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